狮子是一种生存在非洲和亚洲的大型猫壳动物 因它性情凶猛,被称为万兽之王 如果零被狮子盯上,又将会上演一场怎样的大战呢? 都知道,狮子是群体动物,是成群狩猎 一旦落入群狮的手里,那是插翅难逃了 即使是大长腿的长颈鹿,也自然是敌不过狮子的速度 这不,只能乖乖成为狮子们的口中餐 就连同在食物链顶端的豹子,也得甘白下风 并不是因为豹子害怕,打不过狮子 而是因为豹子都是独自行动,寡不敌众 这边,一株花豹就被群狮给发现了 在群狮王面前,小小的豹子大气都不敢出 为了不成为狮子的口中餐,豹子只能蜷缩在一角,默默认怂 他在狮子面前不断的示弱 没想到,狮子看到面前的怂蛋,瞬间就失去了,失他的欲望 趁狮子不注意时,豹子一个鲤鱼打铁,接着拔腿就跑 等狮子们反应过来,豹子早已跑远了 豹子,白日方长,我们改日再战 他说,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,豹子还能安全逃脱 小编都不敢不服啊